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这样会障到 障碍我们解脱 所以说我们要断除贪爱 年龙寺 他说年龙寺这个地方没有多大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是非常安心的 因为在这里能够好好地修行佛法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只是说弟子们能来了 也很高兴 要是没有人的话也很好 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们会产生一种很亲近的乐心 意乐 颂扬上师的功德 然后让很多有缘的弟子 聚集在上师的周围 这当然也是一种法性 可是这一切都要仰仗过去式的姻缘 既然成熟才可以做到 如果是没有这样的姻缘的话 你到处去找 到处去强迫别人说 你必须要给年龙上师父母做弟子 或者必须要做怎么样 这肯定是做不成的 但是如果他有缘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信心 并且能够好好地修行 比如说有些人听到上师的名字的时候 或者有的人看到照片的时候 那么他马上会哭出来 或者有的人会产生很强的信心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过去有缘的缘故 只要有缘分 一切事业都能够成办的 这一切都是随到俱存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姻缘的话 那么你即使怎么跟他讲也没有用 你要说起了上师 他说不知道 不清楚这么回事 莫说是提到了年龙上师父母 或者是年龙士 你要提到社达县都不一定知道 你要说是市参省的话 从地图上他们也许知道 有那么个地方 因此一切都仰仓自己过去式的姻缘 如果有这样的姻缘的话 一切有缘的地址都会聚集到周围的 这句话呢 就是说 要叫我们随缘 过去式是有缘的 不要强取 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缘分 有些时候是要随缘 不要去贪求名声 而是要去看自己的缘分 这个话很重要的 主要是因为你有缘的人 才能真正教你 你去贪名是贪不到的 那佛法也是一样的 你要找适合自己的缘分 那不是一定要去求名 要看缘分的 如果你真的跟他有很深深的缘分 自然你就会在他那里待得住 待得住很重要 另外他也愿意有因缘教你 并且能教会 教不会也没用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缘分是很重要 强求就会很麻烦 你过去是跟某一个大的没有那么深的缘分 那你只是攀缘 你也得不到 就像你说的 可能在一起拍个照啊 接个善缘啊 他搞个什么灌顶 你去参加一下 剩下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这样的话他也教不了你 所以说随胜姻缘很重要 在任何时候呢 都要知道 名文立养这些事情呢 都不要去专门的需求他 而且自己呢 要好好地防护自己的心境 不要为名文立养 浪费自己的修行时间 那我们的修行时间 是宝贵的 特别是出了家呢 或者是像我们的专业修行人 时间是很宝贵 不要浪费在名文立养上面 一定要放在文师修上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 为了名文立养的事情 去做很多 莫说是专门地为名文 这里还掺杂着 有利于弘法利生的事情呢 他的意思是说 去那边并不仅仅是 因为跟名文有关系的事 就是弘法利生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觉得自己应该少欲 在年龙寺这个地方 待着就非常的好 即便在外头能够得到 很多的赞叹 或者有很大的名声 或者有很多付诸财宝上的收获 这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可是待在年龙寺 待在这个地方呢 这就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少欲 自助的环境 因为年龙寺很艰苦的 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到美国去的话 条件就非常优越 那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真的是差别太大 年龙寺条件非常艰苦的 他们要去美国的话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也就是或者到外面去转一转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转一圈 有的是能供养 都供养 估计都是别墅 供养出来 帮他住 但是人家都从来不离开年龙寺 我们既然身为你们的上司 那就必须自己怎么说 就怎么做 也就是说 既然这么说了 自己先带头 言出必行 如果我们跟你们讲 你们不要在世间上任何的需求 不要到处跑来跑去 自己老老实实 带着一个阿兰若处 好好的精进修法 跟你们说完之后 我们却到处动跑 吸电的 就是为了几个徒弟 或者为了一些名文利养 这样的话 作为弟子肯定会想 我们上司 嘴上司这么说的 实际上还是很贪着名文利养的 这样一来的话 彼此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作为你们的上司 自己也尽量地坐到少于知足 待在自己的庙里面当中 你们能够带一个人来 我都非常高兴 大家好好的修行 为什么我们不到处走呢 为什么没有其他的需求呢 因为我们需求的是 让自己有一个 闲暇舒适的一个修行环境 你看 然后我发现 跟师傅讲的一模一样的 我前几天还是刚才讲 我们要创造一个 闲暇舒适的修行环境 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宽松的 互相之间能够帮助 没有压力的环境 不要太多的去说别人的过失 特别是女众 就喜欢去说别人 你要那样啊 你这样不太好吧 那样不太好吧 其实不合你的习气呗 别人做的事情 没有录你的愿 没有满足你的习气 在你的眼里 就是不合你的意 你就开始喜欢去说别人 说别人 哎呀你这样子不好啊 那样子不好 然后甚至打着这个 道场的规矩的这个名声 来说别人 道场的规矩 是这样的 要调别人的毛病 当然有些个别的人 他就是确实不好好修行 在这个地方 他不好好修行 他就会开始严重地 影响诸位的人 如果一个人 他影响整个寝室的人 那个是大家可以 可以找他来一起谈一下 他有些行为 有些太过 但是呢 人有些说 偶尔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大家要互相包容 谁都有特殊情况 或者头痛脑热的 或者有点翻业 大家都要互相帮助 所以说我们这里说了 上次说要让自己 有一个闲暇舒适的修行环境 真正能够好好修行的话 这就足以 别的任何事情都非所需 当然这个修行环境 是包括这个利益众生了 所以说你们也要 这样好好地观察自己的心境 对任何的外界的 无常不实的东西 要断去对其妄想 断出对其妄想 特别是像你们的初学的 初学的初出家的人 更是不要 当年佛陀当然也有 佛陀到时候 人家成佛了以后 人家当然可能 要去度化众生 但是呢 他也不是到处乱跑的 他也是有些时候 也是在一个地方 讲经说法 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都要向佛学习 因为佛从来不去做广告 搞宣传 能够好好修行 有缘的人自然就来了 到堂里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地 就是说 让自己有一个 更多的修行的时间吧 早攀缘 有缘的人自然会来的 要知道 只要你有这样的愿力和姻缘 当姻缘成熟的时候 自然会展现出一切的景象 你自己所有的需要的都会出现 所以说呢 你现在不是要刻意去求什么 而是需要如何调伏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远离一切 对名利的贪着 自己安住在清净的正法当中 断起我慢和各种分别 能够在法上获得利益 这才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师傅跟年龙上师 是完全一样的一想法 我觉得好像都是我想讲的 所以从上师到弟子 大家都要认真的观察自己的心境 能够调伏自己的心血 并且远离名利 这是对大家忠心的希望 表面看上去 我们好像发菩提心 其实我们的菩提心是纯粹的 里面还有一些夹杂的一些名利 你敢说你没有名利心 你做着做着 你那个世间的心 习气都会出来 你要是不好名的话 有人诽谤你 你绝对不会生气的 有人诽谤你 伤害你的名师名誉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生气的 你还会给他做回向 对一个修行来说 利益方面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但你的时期的一些利益 你可能也不在乎 你愿意做布施 还很好 但这个名就很难了 有人诽谤你 照耀调拨你 很诚恨心就起来了 还是有名心嘛 没有的话 你这不可能生气的 所以说呢 没有那么简单 你不要觉得自己 我好像没有名利心了 我觉得很好了 真的吗 你真的没有名利心的话 不管你的名利上 有多大的损失 绝对不会在乎的 这真的是不需求名利 那这个时候 你说你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那师父真的随喜赞叹你了 所以我们很难做到 我们天天说 先发菩提心 是吧 好像你发了菩提心似的 按照那忙啊 路啊 按照那做啊 但是真的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就烦恼了 那你就开始计较 这个计较那个 当然了 你从世间角度来说 可能你是个好人 从是善业来说 你是好人 但你利益别人的时候 你也是为了帮助别人 你是个善心啊 你这个善心具足啊 善心具足不等于 你有菩提心啊 你在帮助别人说 如果别人不感恩你 那是破坏你的名声 你心不动了吗 你还会对他 一样保持原来的 这个慈悲心吗 可能也会动心 如果你能动念头 马上能转过来 那就说明 你就修得很好了 至少你不会说 什么不好听的话 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方骂你 你也骂他 对方说你 你也说他 那你有什么善心 虽然你开头 你说你是善心 你开始尽心尽力地 帮助他呀 但是一旦他 忘恩负义的话 诽谤你的时候 你能做到不骂他 不说他的过失吗 然后心里面 也能够很快转了过来 对他发现真正的慈悲心 虽然可能 你也会动点念头 这也很正常 但是这个念头 你能马上能够转 当下就能转 你要是不起念 那不可能 那你就大扶杀了 但是你起了念以后 当下就能转得动 都能马上放下 那你就已经是大修行人了 就是你起念以后 能转得动 不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做不该做的事 虽然意念是这样的 念头是有的 但是我们身和口上 不会造业 意业可能还有 你要是意业都没有了 那大成就者 不可能 我们现在还达不到 那么高的要求 但是师父先要求 你们做到 身口上不要找业 一业呢 你自己放在心里 慢慢去转了 慢慢去自己消化去 至少你身和口上 没有业的话 你就至少 别人看不出来 你有什么过失 你不会说那些 不好听的话 做不该做的事 让他看得 你很低劣的一些言行 那那就不行 至少名利上 我们说完全没有名利 现在是不可能 但是至少在名利 这个面前呢 德也好 识也好 最好这个身体 和这个语言上 不会犯戒 意业上 那你慢慢来 自己转化 意业还有很深的 一些微系的意业 你根本看都看不到 不要说转了 这个修行呢 没有那么简单 大家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伤身地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